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没有压力 肯定有些方面有的 那你把压力处理的很好吗? 对 现在有喜欢的演员吗? 没有 没有特别注意 那现在的职业有什么想法? 还是保持开放的状态 看看有什么新的机会 现在会经常被人认出来吗? 对 偶尔会 从小到大都相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相信努力不会白费 什么时候会使用百度百科搜索? 平时如果我要查字典 或者找一些功课 搜索过让你印象最深的词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百度帮我了解中国的成语 想要个人了解我吗? 评论区留言 让我为你来解答 上百度APP搜索我的百度百科 关注苗董本宗达 认识最真实的我 差不多一年了 变化应该是已经习惯了 如果能重来你想对一年前的自己说什么?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说 就是顺其自然 其实礼物不重要 没有什么钱 声明会直播或者给粉丝发福利吗? 会有直播 重一点我不知道 你觉得大家喜欢看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喜欢看尴尬 所以喜欢看我 你会看到你的组艺吗? 最近看了跨年的节目 冰球很有趣 然后他们的裤装很帅 其实 因为我的花冰水平没那么高 所以我摔到了很多次 但是那个衣服很厚 所以一点都不痛 其实喜欢三木巍巍 所以也可以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地方 顺便可以关街 最想和谁一起散步 之后想去哪个城市散步呢? 平时自己散步 就是解压 城市都可以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其实可以 系列主题的食物 应该 地瓜 螺丝粉我好像吃过 但是很久我不记得什么 好像有点辣 很期待你分享俄罗斯美食 能现场给大家安逸一下吗? 大家可以尝试 大脸吧 或者 鸿汤 你最喜欢的俄罗斯美食有哪些? 你会做啊? 最喜欢的是应该 妈妈做的菜 应该跟家人一起过 叫很多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方便跑 然后看电视 新年新气象 新的一年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的愿望 跟大家一样 疫情早日结束 俄罗斯有和中国春节相似的节日吗? 是什么? 你们都是如何庆祝的? 在俄罗斯 最大的节日应该是 跨年 就是1月1号 最后可以给中国的粉丝朋友们 送上一些春节的祝福吗? 大家 活年快乐 往事如意 身体健康 是什么?